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带您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106年时定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由谭编离的许淑天获得特等奖 安坑乐林学习中心开办流行舞蹈班 班上的婆婆妈妈每个礼拜都开心地认真学习 希望能够跳出健康的身心 运动可以帮助老年人改善心肺功能 激励与柔软度 但是物理治疗师提醒 运动前一定要先暖身 新店文史馆年度特展推出新店老地名故事馆 邀请民众一起了解老地名的由来与老故事 新年度传口已经有百年历史 今天的遇见新店 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全国城市中硕果仅存的人工百度 106年石定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12月7号上午举行了颁奖典礼 今年的参赛点数一共有488点 由谭编礼的许淑天获得特等奖 新北市农业局局长李文亲自颁赠得奖匾额 并且表示石定区茶农不仅制茶技术优良 这次的农药检测还全数通过 可见石定区的茶叶不但好喝 而且还有安心保证 106年新北好茶 石定区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12月7号上午在石定农会三楼礼堂举行颁奖典礼 包括新北市农业局局长李文 石定区长黄诗芳 新北市农会理事长林溪水等人都特别出席 评审表示今年比赛竞争激烈 得奖茶叶都相当具有水准 而在讲评中也点出了部分未入等的原因 像是水色气味上都再次的叮咛茶农要多加注意 保证的要求就是要喝香 水喝就要吃点 甘润 这次头顶的 这次头顶的头顶的都有大家这个标准 今年获得特等奖的是谭编里的许淑天 新北市农业局石定区公所农会等单位都纷纷制赠秉额 农业局局长李文强调 石定茶农的制茶技术优良 同时这次在农业检测上全数通过 可见石定的茶不仅好喝 而且还有安心保证 这次比赛的报名点数一共有488点 等外淘汰126点 虽然受到气候影响产量略有减少 但品质维持以往 如果想要购买石定冬茶的民众 可以洽询2663-1214 记者杨光勇周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 安坑勒林学习中心开办了一堂流行舞蹈班 因为参加的学员都是年纪较大的长辈 所以老师都会特别设计比较简单的动作 让长辈可以轻松学习 没有压力 同时也鼓励银法族走出家庭参与勒林课程 结交更多朋友 让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就算是动感快歌 安坑勒林中心流行舞蹈班的银法族婆婆妈妈们 跳起舞来还是活力十足 尽管一口气跳完一首歌曲 让大家有点喘 但全身汗水淋漓的舒畅 大家都觉得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而且跳舞有助于柔软筋骨 让大伙越跳越健康 感觉自己也变得轻松很多 就是筋骨柔软很多这样子 比较不会太僵硬 会让我们的姿态 就是慢尿 走路轻松 还有呢 唱歌的时候 丹田有力 流行舞蹈班的长辈们表示 来这里除了可以学跳舞 更能够认识很多兴趣相同的朋友 大家有共同的话题也可以鲜花加长 让生活更有趣 来这边都很开心很快乐 因为我们跳舞大家都跳得很愉快 很开心 跟同学大家都很开心很快乐 大家都很有活力 增加一些体力也是不错 大家能分享快乐的 还有一些心事的 让我身心过得越来越快乐 然后越来越灵清 老师邱淑华说 因为乐林中心都是年纪较大的长辈 因此舞蹈动作 他尽量设计的比较简单 主要还是希望长辈可以轻松学习 歌曲的里面有歌词 以歌词来记动作 是非常容易记的 然后另一方面呢 设计的动作也很简单 那我们就边唱边跳 所以呢这样子呢 跳起来就会很轻松愉快 国内老学大老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辈如果可以善加规划 自己的退休生活 拓展人际关系 不但有助于预防老人失智 生活也将更多采多姿 老年人经常会有肌力减弱 或者是反应延迟等问题 想要改善这些现象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运动哦 不过物理治疗师 在这里要提醒长辈们 运动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暖身运动 以免造成韧带或者是肌肉拉伤 另外呢 也要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 动作不要太过于剧烈 年纪越大 身体活动力降低 肌肉使用机会减少 就会造成肌肉组织的退化 所以老年人经常会有肌力降低 或是反应延迟等现象 想要改善这些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 不过物理治疗师提醒 引发足在运动之前 一定要注意暖身步骤 以免造成韧带或是肌肉拉伤 暖身运动尤其就是对老人家的运动 开始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暖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可能一般年轻人五分钟 那我们会让比较长的人尽量做到十分钟 然后所有关节我们都会注意 像我会从头肩腰到下肢 每一个躯干每一个四肢都会尽量做到充分的暖身 好让我们可以血液循环变好 这样增加肌肉弹性 等一下才不会容易拉伤 另一方面年长者的身体协调平衡能力逐渐衰退 因此从事的运动不应该太过剧烈 物理教师表示 当他们在带一些长辈运动时 强度拿捏上都会特别注意 有一些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的 好我们在做下肢的动作 如果他会感觉不适 那我们动作放慢放小 那可以的话都会鼓励尽量 那有一些如果是心肺的问题 因为我们带有氧的时候会希望 他们心肺希望到有一点喘的程度 那也会提醒他们 他如果是喘到一句话无法完成 表示太喘 会提醒他在旁边拿椅子做暂时的休息 运动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功能 也能加强肌力与肌耐力 柔软度 如此一来便能提升长辈的平衡感与协调性 预防跌倒及骨质疏松的情形 但依法做在运动时 还是要评估身体的状况 才能够动得安心 动得安全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温室馆推出年度特展新店老地名故事馆 这次的展览是由文史之工 针对大平林 安坑 直潭 清潭等 四个区域的95个老地名 进行资料搜集 田野调查与研究 展期将为期一年的时间 欢迎民众一起到文史馆 认识新店老地名的过去与现在 新店文史馆年度特展推出了新店老地名故事馆 这次展览是以1904年台湾宝图里的老地名为基础 由文史馆文史志工进行资料搜集 田野调查与研究 并结合了GIS地图呈现 范围包括了大平林 安坑 清潭以及直潭等四个区域 总计探究了95个老地名的由来 新北市里图书馆馆长高鹏表示 这次展出是志工们心血的结晶 因此期待能有更多人一起来体会老地名的意涵 我们这个展览不是指希望新店的朋友们来看 我们是希望所有新北市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 新店文史馆有这个展览 然后大家一起来了解新店丰富的文史资料 然后他们就可以带回新北市各个行政区 他们就可以以这边的展览为学习标杆 开幕仪式上文史志工彭门利也分享了多年来 参与文史调查工作的心得 老地名是历史也是居民生活的智慧 聚落发展的基础 透过老地名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 自然与社经的发展过程 让人与土地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 为了带领民众一起追本溯源 为期一年的展期中 文史馆也将陆续举办老地名巡礼系列活动 相关讯息请上九二故事项新店文史馆粉丝页查询 记者陈平张曼琪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预见新店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您好 宝宝打完疫苗后为什么一直发烧啊 我老的最惊心头的婆婆菜 要看他先往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按下服务键 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24小时的健康咨询 还有量测型服务 云端储存并追踪健康数据 两种方案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 现在申办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我的第一台Shop 开启新生活 Shop 搭配指定方案 我的第一台Shop 免费 2917 39 39 大新店宽屏 风景优美的新店碧坛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历史悠久的碧坛吊桥 但其实距离吊桥不远处 还有着超过百年历史的新店渡口 这里保留着全国仅存的城市人力百度 乘坐渡船欣赏碧坛河岸风光 别有一番情趣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遇见新店来一趟青州之旅 荣蓉 我已经告诉你这么多有关碧坛跟碧坛吊桥的历史 那么你知不知道在碧坛吊桥新建以前 这里的居民是怎么样往来两岸的呢 这个我知道 是坐船嘛爸爸妈妈有带我去坐过哦 哦 所以你也坐过这里的渡船 那么你知不知道这里的渡船 已经在新店溪上 及时多久了呢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耶 哦 好 那我就带你去坐渡船 顺便跟你讲一讲这些渡船的意思跟故事 我最喜欢坐船了 老师 我们赶快走吧 好 走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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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上市搭船的地方耶 对啊 这里就是新店渡的渡船头啊 你如果要坐渡船呢 就要在这边等船 或者到对面湾坛的渡船头去等船 那你知道这个新店渡的历史有多久呢 其实新店西上的渡船头的历史是从清朝的光绪七年 也就是西元的1881年开始的 不管你是要到直函啊 弯函啊 涂潭啊 或者是到对面的安坑 你都是要坐渡船 因为那个时候路上交通不发达 所以渡船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对 荣蓉 那搭驻船可是要付船只的哦 你知道坐一次船要多少钱吗 嗯 我不知道耶 哦 上次爸爸带你来是爸爸付钱 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 小朋友 坐一次船10块 大人20块 但是如果你有涉及在湾坛 哦 就是湾坛的居民 就是免费 老师 老师 我们赶快来搭船吧 好啊 可是呢 你要先服务一下哦 那里有那个坐船铃 你要去按电铃 老师 新店只有这个渡口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呢 哦 在以前新店西传运发达的时候 一共有九个渡口 哦 好像是直潭渡啦 出坑渡啦 呃 湾坛渡啦 涂坛渡啦 防护渡啦 广兴渡啦 一共有九个哦 可是后来呢 清寒宴以上被化为特定的水源保护区 就禁止划船 再加上路上的交通越来越发达 大家都改搭车 不坐船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新店渡 现在这个新店渡呢 也就是我们台湾唯一用人力百度的渡船头 你说它是不是很宝贵啊 真的很需要耶 是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保护这个硕果仅存的资产 接着来看伯伯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健康保健室全新上市 24小时全年无休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六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59元起 不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新北市卫生局鼓励家庭照顾者 运用新北市的照顾资源 让照顾路不再孤单 相关讯息可洽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02 2257 2623 新北市欢乐耶诞城即日起至2018年1月1日 将陪伴市民朋友欢度耶诞佳节 欢迎民众踊跃到市民广场万平公园同乐 相关讯息请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 2017新北市温泉节正式启动 市政府和温泉业者共同推出许多超值优惠方案 欢迎大家到新北市享受泡汤的幸福滋味 活动详情可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 2017新北市温泉节活动 专业查询 即日起至107年1月31日 在网络上查询地级资料或申理电子腾本 还可参加地震大确信 好理讲不完活动 奖品相当丰富哦 赶快加入线上申办地级资料行列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这个工作ICH 是 också 是 我也 от 大家 哦 我 是我 我